我們在職場上面 不問薪水 只問有沒有便當 然後努力工作 幾天幾夜不睡也都無所謂 然後師徒制 稍微那個 老闆也就是你師父嗎 表現不好 那不只罵耶 那個有時候直接就打了耶 真的耶 有時候我們在那邊找道具有沒有 可能找比較久一點 突然屁股一陣痛你知道嗎 老闆在後面 你衝什麼啦 我怎麼痛 屁股一陣痛 然後又是來撿道具 我讀了耶 好有畫面喔 心情好的時候我給你撞下去 心情不好的時候他拿擀麵棍 啊 哎唷喂啊 對啊 好有畫面喔 你不是講過我一個經典的 那個草莓員工嗎 阿國 面試的時候講我猴頭四道 我說這一行很累喔 他說我知道 三波幻那三波幻是我的職志 提升台灣演藝圈的素質 可是我終身的責任 好會講喔 他就會吃苦耐了什麼的 那一陣子剛好我們節目要開播嘛 連續五天都在加班 你要到第五天的時候 因為那天又到晚上11點了 他坐在我前面 他突然寫一寫 然後鼻翼摔 碰 他吃到你的口水 我起來 是在喊什麼 他轉頭 喊死你們祖公啊 怎麼有人每天都在加班的啦 然後現在景點什麼幹嘛 飆了 堅持要走耶 第二天就要開錄 我勸她說不要不要 明天就要錄了 你看你辛苦了這幾天 明天都有幾天就要成果了 你好歹把明天的事做完嘛 既然他隔天也沒什麼事 他隔天負責那個叫便當這樣 中午的時候 圓圓我就跟他起早在便當 提到裡面講 俊憲哥 我教你 最好就夠吃 胖 你也好想